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信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無線反射技 就是透過單面透光的反射鏡 加上一片鏡子 中間裝上LED燈 就會形成這種無線遠的感覺 國內外有許多YouTuber 都有製作過類似的東西 但如果把這個無線反射鏡 將中間的距離做些改變 就會產生這種有趣的效果 因此我打算製作一台 20面能夠前後移動的鏡子 製作出的無線反射的藝術裝置 首先感謝這支影片的贊助廠商 招銀科技對這個作品的支援 有了他們的QEC EtherCAD的解決方案 才能夠讓我輕鬆開發這麼複雜的裝置 這次的合作也是我第一次接觸 PLC工業電腦的領域 如果你對工業電腦也很陌生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是工業版的Arduino 它一樣有許多IO角位 可以控制很多的設備 但卻能夠比Arduino更穩定可靠 我使用這種線軌 搭配噪音提供 附編碼器的不進馬達 來控制這些鏡面壓克力前後移動 在組裝線軌與馬達時 順便在馬達這端 焊接線位開關 才能夠校正馬達的位置 所有馬達跟電線排在一起 這些線材真的很驚人 整個裝置我使用鋁脊型來作為框架 馬達與線軌安裝在鋁脊型的方法 原本是打算使用3D鏈印鍵 來將馬達固定上去 這樣可以確保馬達的垂直與穩固 但後來發現 用CNC鑽洞直接鎖 快速又能夠確保可靠性 我使用VBlox的這台小型CNC 來幫我鑽洞 這樣就可以確保每個鎖孔 都是精準的 每個線軌鎖上去的時候 還要使用水平儀 確保垂直 這些線軌安裝之後 會有晃動的問題 我在底部又加了一根鋁脊型 來加強固定 這樣可以減少鋁脊型的扭轉 有效降低晃動 接下來要設計上面的鏡面方塊 這些鏡片的設計 我使用Ryno的Grace Harper 透過參數化設計 來產生這種Volanoid圖案 作為鏡片的分割 我將這些鏡面壓克力 設計成立體的結構 除了結構穩定之外 側面的反射也能夠呈現有趣的效果 這20個鏡面塊的大小形狀都不同 因此我同樣使用Grace Harper 參數化設計 來跑出每一片壓克力的零件 再來使用雷射切割機切割出來 這樣子就可以減省非常多開發的時間 我在這些鏡片壓克力上公牙 這樣子等一下組裝會更為方便 因為這些壓克力片數量驚人 我在切割時順便在角落打上編號 才不會組裝錯誤 組裝的方式我是使用3D列印 作為內部的結構 並且以螺絲固定每一片鏡面壓克力 當然這些3D列印的零件 也是透過Grace Harper所生成的喔 這樣子做可以確保每個鎖孔的位置 都是正確的 就這樣 依序組裝20組介面方塊 馬達線軌與晶片壓克力的組裝方式 我想了很久 因為這東西在組裝時一定會有誤差 組裝之後還需要能夠調整每一片的高度跟水平的誤差 並且調整之後還可以牢牢的固定住 因此我設計了這個結構 用兩根螺絲就可以輕鬆調整 中間的這顆螺絲可以調整鏡片的上下高度 水平的位置也是活動的 可以輕鬆的去做調整 並且在另外一顆螺絲鎖緊之後 就能夠將水平與垂直面牢牢逼緊 我先將下半部組裝結構鎖在線軌的滑台上 我利用水平1來調整四周的螺絲 確保它們在同個高度 將所有晶片方塊都鎖上去之後 我製作這種類似貼磁磚縫隙的壓克力 因為還沒有將螺絲固定 所以每個方塊都可以做水平向度的微調 這樣可以確保所有方塊的間隔都相同 調整之後就可以鎖住這顆螺絲來逼緊所有的方塊 將所有的方塊固定住 上方反射的鏡面壓克力 我使用雷射切割機 將鏡面的背面塗層打成透明霧面 後方再使用透明的3D列印鍵 將LED燈以90度角度安裝 我在背後貼上鋁箔膠帶 將光線集中反射 這樣的做法可以讓散光更均勻 避免看到一顆顆燈珠的情況 在亮度上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現 將鏡面壓克力貼上 就可以將保護膠膜移除 控制這個裝置的方式 我原本打算使用光觸摸感應桌的電容感測器 但這些感測器安裝上去之後 發現怎麼樣都感應不到 後來發現是鏡面壓克力中 其實有金屬的材質 上面的半反射鏡也含有金屬的成分 這些都會造成電容感測出問題 我最終選用這個雷射測距模組來感測距離 會使用這個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它的體積很小 比較不會影響外觀的視覺 並且它是使用I2C通訊的 在接線上會較為單純 但它只能夠偵測距離 要如何感測我觸摸的位置呢 只要將這個感測器 安裝一整排就好了 我使用7顆這種感測器 當我手摸到哪個位置 就可以換算出XY軸的坐標 經過坐標換算出距離最近的馬達是哪一顆 並且透過每一顆馬達的坐標 來換算從近到遠的馬達排序 依序啟動每一顆馬達 造成類似波浪的效果 順便提一下 這邊的計算公式較為複雜 我是使用TrackGPT來幫助我換算所有的程式馬 這些馬達、感測器、燈條等連接 因為數量龐大 要操控起來非常不容易 還好這次招銀科技提供它們的工業電腦 以及附有編碼器的馬達 讓我可以輕鬆完成這個裝置 招銀科技的設備跟一般工業電腦最大的差異 在於它可以使用Arduino程式語言來進行開發 對於我這種不熟悉PLC的開發者來說 大大的降低入門的難度 並且這台QEC的主機背後 有直接對應的Arduino的腳位 可以讓習慣Arduino的開發人員無痛上手 當然這些腳位也是有轉接板 可以轉換成更可靠的歐式短子 增加裝置的穩定性 這台主機使用Ethercat作為通訊 只要使用網路線就可以串接所有的設備 並且可以在超低延遲的狀況下 使所有馬達同步運作 而QEC強大的地方 在於它大幅的減少部署的時間與複雜度 又可以使用Arduino IDE進行開發 因此能夠更快速且輕鬆的進行開發 但實際使用起來還是有些問題 雖然QEC可以使用Arduino IDE進行開發 但是某些指令與寫法與傳統的Arduino 還是有些不同 例如無法直接使用Delay指令 而且目前支援的Library 並不包含我所使用的雷射測距的函視庫 不過在他們強大的團隊支援下 協助我添加這份Library 雖然開發過程中有些小狀況 但招銀科技的QEC EtherCAT解決方案 對於像是我這種Arduino的開發者 提供了一個PLC開發的入門平台 雖然是一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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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感谢大家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喔 掰掰